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响动托邦 关于神明和灵魂,你可以永远都不相信 但也永远都不要亵渎与不尊重 这是2008年左央在消失几年之后 在天涯论坛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喜欢探灵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天涯论坛的左央事件 2005年天涯论坛一个ID为左央的用户 为探究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鬼神的存在 决定亲身尝试一些通灵游戏 并且将结果以文字的形式在天涯论坛进行播报 事后随着左央的神秘消失 他的帖子被炒到了空前的热度 而左央事件也成为了天涯论坛上最大的悬案 今天咱们就来申巴一下 在左央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故事开始之前先要感谢这次的赞助商 Raid突袭暗影传说 小巫小巫出去吃饭呀 不去 那去逛街 不去 你在忙什么呢 当然是Raid突袭暗影传说 突袭暗影传说是一款类似于魔灵召唤的 RPG角色扮演手游 搭配欧美的魔幻风格 玩家作为一名泰勒战士 为了阻止魔王的阴谋 可以召集来自16个阵营的百余名斗士 如兽人矮人不死族等等 我个人最喜欢的阵营是神圣会 他们是效忠阿拉维亚皇后的圣战士 旗下既有能争善战的进攻型勇士艾罗尔 还有血量较高的生命型勇士罗切德 外号老女人的殉教士也有超强的生存能力 点击屏幕的左下角 既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英雄的评价 我个人最喜欢RAID的部分 就要数它丰富的游戏模式了 除了英雄RPG标配的战役和副本 我们还可以参加锦标赛 跟世界各地的RAID玩家比赛 在竞技场中赢得的金条 还可以放在新的集市里 来交换珍贵的物品 最重要的是虽然是一部手游 但是RAID也可以在电脑上玩 做到了手机和PC版的无缝切换 除此之外 新版本还添加了收集英雄的魂器 开发者将每日奖励拓展到了270天 现在游戏的新手奖励也很丰富哦 在30天内点击影片下方的下载链接 就可以获得新手奖励 10万银币 50个宝石 10个秘宿碎片 以及一名稀有英雄巫女 黑暗精灵阵营的她 不但战斗力超强 而且画风也很养眼哦 提醒大家进入游戏后 记得在收件箱里领取所有的奖励 最后再次感谢RAID出席 暗影传说对本期节目的赞助 天涯论坛成立于1999年 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在用着OICQ 在网络上也没有短视频 在接下来的10年里 被称为是中文社区的黄金时期 在没有微博知乎抖音豆瓣的年代 天涯社区就像是一个网络上的超社会江湖 在那里有最野的八卦明星 有最牛掰的黑客大神 高清五马黄暴屋 总之你能想到的话题 都能在天涯论坛上找到 2008年的燕照门事件 最初就是起始于天涯论坛 著名的盗墓系列小说鬼吹灯 一开始就是天下霸畅 在天涯论坛进行连载的 后来有一位狂热的书迷 嫌天下霸畅更新的实在是太慢了 于是就自己接着写 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盗墓笔记 而那位狂热的书迷就是南派三叔 如今新型社交平台越来越多 各种论坛已经逐渐落寞 可天涯论坛依然拥有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因为天涯不仅仅是一个社区 更是一代人的记忆和一种远去的江湖 左扬曾经作为天涯论坛一个比较活跃的ID 喜欢和大家讨论一些灵异故事和奇闻怪谈 在当时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2005年2月20日 左扬发布了一篇帖子 题为关于几种所谓恐怖游戏的亲身体验 帖子一开头他说道 我敢玩并不说明我胆子有多大 而是我从小就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看到了不亲自做一下 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比较流行的几种恐怖游戏 我大都玩过 都是一个人进行的 所以需要几个人同时进行的都没有尝试过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以下我所说的军属事实 否则我可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在那个年代还不可能以视频的形式 来直播通灵游戏 而左扬的这样一篇帖子 就已经足够引爆大众的好奇心了 在他的帖子中 他一共尝试了五种游戏 第一种游戏就是午夜削苹果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午夜十二点关上灯 找来一面镜子 在镜子面前削苹果 苹果皮不能断 说是这样能够在镜子中看到前世的自己 左扬说他把他妈妈梳妆才的镜子给卸了下来 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二点 削了一个苹果 没事 接着又削了一个 还是没事 当晚左扬一共削了五六个苹果 结果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象 第二天早上妈妈起来 看到一地的苹果皮和被卸下来的镜子 以为左扬是梦游了 帖子的第一段发出去之后 给人的感觉是 这小伙子并没有故意夸大游戏的效果 还挺实事求是的 言语之间甚至还流露着一丝幽默 这也和之后正要发生的事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个游戏是在午夜时分 一个没有人经过的漆黑的十字路口 拿一碗白米饭放在路口 在米饭上擦上三根香 等香烧完之后 再把白米饭给吃下去 传说这时米饭中已经注入了孤魂野鬼的致阴致气 很快吃米饭的人就可以进入灵界之门 左扬做了这个游戏之后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说这个游戏最痛苦的部分 就是要霍着香烧把米饭给吃下去 那味道可真不怎么好 游戏结束之后 他在原地待了一会之后 就步行回家 可是原本十分钟的路程 左扬那天却整整走了一个小时 下面跟铁的一些用户 有的人说他遇到了鬼打墙 还有的人说他就是心理作用 第三个游戏是召唤血腥玛丽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进入一个漆黑的浴室 不要开灯 面朝镜子 在镜子和自己之间点一根蜡烛 或者是在镜子的两边各点一根蜡烛 闭上眼睛集中精神 难难的念三次Bloody Mary 然后在镜子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个 面目猙獰的恶灵 或者是恶灵的一双红色眼睛 镜子和墙壁之间可能会渗出来血迹 搞不好恶灵还会将你拉进镜子里 左扬说他做了这个游戏之后 确实发生了神秘的变化 那就是浴室里的水蒸气 都凝结在了镜子上 而这话一出 引起了楼下跟铁人的一片哄笑 第四个游戏就是招魂树 在月圆之夜 找一个漆黑潮湿没有人的小巷子 在小巷子里 跟着自己的影子一直往前走 每走一步就念一遍自己的名字 走着走着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影子 变成了两个 而第二个影子就是跟上来的鬼魂 鬼魂会答应你一个要求 也会请你帮一个忙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招来的是厉鬼 情况就不太好控制了 左扬说因为游戏要在月圆之夜进行 所以只能等下个月了 最后还开玩笑说到 如果到时候没有把游戏结果发上来 可能就是遭遇到了不测 到时候还请大家多给烧点纸钱 他会登门道谢了 跟铁人们纷纷表示 登门道谢就不用了 至此为止整个帖子还是充满了一片欢乐的气氛 左扬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些所谓的痛令游戏真的能招来鬼魂 直到最后一个游戏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五个游戏就是著名的四角游戏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在半夜时分选择一个方形的漆黑的空房间 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里 每个角落各站一个人 面朝墙角 游戏开始之后 一个墙角的人开始向另一个墙角移动 然后轻轻拍一下那个墙角站的人 接着那个人就开始朝同一个方向往下一个墙角走 以此类推 直到最后一个人会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然后这个人需要咳嗽一声 越过这个墙角继续向前走 直到见到下一个人 而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没有人咳嗽了 也就是说屋子里的四个墙角都站得有人 而且还有一个人是在不停行走的 这个时候屋子里面实际上已经多出来了一个人 四角游戏是非常著名的痛令游戏 最初是从日本流传开来的 祖阳在第一次尝试四角游戏的时候 找来了他的三个朋友 李老六 小风和牛子 那天晚上他们先是喝了点酒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来到了李老六家六十多平米的空房子 一开始几个大男生都还嘻嘻哈哈的不太严肃 直到灯一关 气氛马上就出来了 游戏进行了二十多分钟 一直都没事 这个时候 小风突然之间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咋少了一个人呢 这个时候众人打开灯 却发现牛子不见了 过了没多久 牛子回到了房间 说是因为喝啤酒喝多了尿急 出门上厕所去了 所以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几天之后 左洋进行了第二次四角游戏的尝试 这次他把上次掉链子的牛子给踢了出去 换成了一个姓郭的女生 地点还是在老六家 游戏大概进行了十分钟之后 女生一声尖叫 把几个大男人的火车都给吓掉了 大家打开灯之后 走到女生跟前 女生一把抓住了左洋的衣领 嘶喊着 我要走 我要走 大家伙看这架势 女孩不像是装出来的 于是就带他离开了老六的房子 在路上女孩一直不停地哭 贪然在地上浮都浮不起来 最终大家伙没办法 只能带他来到了医院 那医生问这怎么回事 大伙总不能说是玩通力游戏搞的吧 只能说可能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 医生给这名女生打了一针镇定剂 事后女孩才说到 做游戏的时候 她感觉最先走的那个人的角落里 出现了一个人 按理说那个角落应该是空的 女孩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或者是产生了错觉 左扬表示自己虽然并不是无神论者 但是对于这些通灵游戏 真的能招来鬼魂是表示怀疑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她都告诫大家 这类游戏还是不作为好 自从四角游戏过后 左扬上线的时间间隔越拉越长 本来说好的招魂游戏的结果 也并没有发上来 2005年6月22日 左扬在论坛里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 实在很抱歉 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麻烦 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 总之大概是我这辈子 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了 不过我不认为 这与我做的这些个游戏有关 游戏毕竟是游戏 不会改变人的运程与命运 左扬在这次发文中还提到 去庙里上香的时候 一位老和尚和他说 他一生必遭刺劫 2005年6月28日 左扬最后一次上线之后 就彻底消失了 随着左扬的消失 各种猜测扑面而来 有人说他可能真的是 遇到了一些脏东西 遭遇不测了 还有人说左扬就是在炒作 但是不管怎么样 随着左扬的消失 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 大家都在纷纷说 左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三年多之后 2008年10月25日 左扬再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登陆 他所说的一段话 引爆了左扬事件的高潮 他说到 从他第一次发这个帖子 到现在已经三年零八个多月了 之所以这么久没有登陆 是因为他后来对这个ID 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想给帖子做一个终结 如果现在还是有人问他 以当年写的这些个事情 你都做过吗 他的回答是 是的 我做过 而他也为他当年的无知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代价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绝望 而这种感觉也连累了家人 左扬家曾经有一个不大 但是稳定增长的公司 不多不少的财产 可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一无所有 如今他说自己的生活 刚刚有了一些起色 也许他应该是感恩的吧 最后左扬告诫大家 对于神明以及灵魂 你可以永远都不要去相信 但永远也不要亵渎 与不尊重 这段话里 左扬完全失去了 他刚开始发帖声的那种 玩世不恭和幽默的态度 而是一种 幡然悔悟的感觉 这前后鲜明的对比 也让更多人相信 左扬事件的真实性 2012年一个叫做 左扬的朋友的ID 在天涯论坛发文 补充了一些 左扬事件的后续 这位朋友声称 自己是在2005年 在天涯论坛看到了 左扬的帖子之后 加了他的QQ 后来因为在同一个城市 才慢慢混熟的 这位左扬的朋友说 在左扬的左手腕上 有一个月牙形的疤痕 而这疤痕一看 就像是用指甲给挖出来的 他问左扬说 这是怎么回事 左扬回答说 在05年06年的一段时间 自己好像出现了精神问题 会突然之间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而这种看不到和听不到 并不是像瞎子一样 眼前一片漆黑 左扬说 有一次他在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马路上一辆车 一个人也没有 安静的出骑 他想也没想的 就往马路对面走 这个时候 一名中年妇女 狠狠地拉了一把 然后一辆汽车 几乎和他擦肩而过 这时他才看到 马路上的车和人 吵杂声一下子涌过来 那位邋遢的中年妇女 坚信他当时就是想自杀 甚至还报了警 左扬左手腕上 月牙型的疤痕 就是中年妇女指甲所留下的 根据左扬的朋友猜测 左扬很有可能 当时是遇到了鬼遮掩 后来左扬家的公司 莫名其妙地走下坡路 很多订单被取消 或者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无法完成交易 一家人都非常的头痛 有一次正好赶上 左扬的一个朋友 来公司里找他借钱 因为心情不好 左扬就和朋友起了争执 这个时候他一脚踢翻了 办公桌旁边的一个垃圾桶 而从垃圾桶里面 滚出来了一些纸团 朋友看着垃圾桶冷冷地笑道 你不借就不借呗 何必把钱藏在垃圾桶里呢 左扬定睛一看 垃圾桶的纸团里 裹着不少百元钞票 这个叫做左扬的朋友的ID 更新了几个帖子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网上有越来越多冒充左扬的人 2017年有一个叫做左扬2017的人 发文说自己换了个账号又回来了 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 但后来证实这个人也是冒牌了 2015年左扬事件 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灵异招魂》 最终在2017年天涯论坛 有一个叫做后秀才的网友 发了这样一篇帖子 帖子的题目是 十年了关于左扬事件的最后交代 很多网友从此人的文风 和说话的语气判断 和当年的左扬极为吻合 被认为是多年以来 是左扬本人可能性最大的帖子 在帖子中后秀才并没有表示说 自己就是左扬 只是说到左扬现在的状态很好 修身养性广洁善缘 感谢网友十多年来的关注和祝福 并且还说到这么多年以来 在网上自称自己是左扬的那些帖子 全部都是小说 说自己是左扬朋友的帖子中 也只有一篇是真的 后秀才的这篇帖子非常的长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原帖 总结来说有几点信息 当年的游戏做是真的做了 但是马字的时候带有幽默的情绪 和夸张的成分 四角游戏中的女生 现实生活中没事 只不过是女生胆子比较小 比较敏感罢了 而一起做游戏的那些朋友 在之后的几年 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渐渐疏远了 至于网友疯传的左扬失踪 实际上并没有失踪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该怎么更新帖子 游戏结束之后的三年里 左扬长期经历幻觉和精神障碍 曾经接受过药物治疗 人际关系越来越差 家中也是苦难连连 什么公司倒闭车祸之类 糟心的事越来越多 这次出现是为了给左扬事件 做一个完结 并且告诫少年和学生们 不要模仿这些游戏 即使游戏本身并没有危险 心理影响也不是太好 从自理行间中可以感觉出来 左扬最后应该是信了佛 并且借此走出了心中的阴霾 帖子中最后说到 不要再有危险的模仿行为 孩子的健康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让惊悚的能量不再传播 比什么都重要 相信科学坚决反对迷信 还告诫所有人 请所有能看到这段文字的朋友 记住我一句话 当一件事已经被内心强烈排斥时 请遵从内心的想法 不要去做 尊重万物广皆善缘 一身正气 欲恶也不聚恶 法理之内情理之中便安然 骄傲嚣张刻意挑衅就有样 到此为止 左扬事情的全部经过 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如果你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想说的是 左扬的这些游戏 也许他是真的做了 而此后他可能也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至于这些事情 是不是和他所做的那些痛令游戏有关 我觉得就见仁见智了 鬼神这个东西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信则有不信则无 心中一旦出现恐惧 就会将生活中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 推到鬼神身上 真正的鬼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心魔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